她桃花園種 娶得陰的可能要娶羊了 跟她說四個了 結果到五個還不夠 現在還想要第六個 結果我爸那年36歲 她跟那個女朋友 女朋友喝了農藥 36歲 等一下… 所以她36歲之前 已經結一次婚 娶一個老婆 再交上四次的明婚 現在還有一個女朋友 她才36 對 所以她已經超越了額度 所以這個是 假設你真的要娶明婚 應該要去給算命的看一看 你有沒有資格 還有沒有額度 不要像我爸這樣超額使用 那伯父 這些事情會不會影響你對 明婚這件事情的看法 或是態度 或是你說我絕對不要 那一類的 太多了吧 對 一般來講就是說你娶來 他們都會針鋒吃醋 這是必然的 所以 他們怎麼樣 等一下… 他們沒有真正的走來走去 在家裡面 你怎麼知道他們在針鋒吃醋 就是說 整個很奇怪 就是說 你會發現就是說 我有一次 我媽硬要叫我進去睡 結果呢 我到早上的時候 釣到馬桶裡面 笨坑啊 是用一個桶子 一個桶子可以 小時候可以尿尿的 夜湖 但是是大的 鄉下是大的 我就釣到底下 被拉起來才醒來 就是被整罵 就是說 我去睡我爸的床 我一個科夫 那個老婆呢 其實是不太願意再娶的 她覺得怪怪的 然後每次就罵那個 罵那個大姐 罵她 罵罵大姐 然後呢 晚上跟老公宴好的時候呢 常常被腿被扯 這個就是 你要娶的時候 一定要夫妻兩個 一定要遵守規則 好啦 至少我們現場的女生 大概都看不到紅包 那個麥哥 你稍微注意一下 我不會解 我不會解 對 好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晚上10點鐘 中天娛樂台39台 新聞娛樂通 拜拜 以後看到紅包都不要記住了 我剛剛手上一直拿著 一直覺得接合 對